我們今天來到一個 很特別的地方 Teddy 妳喜歡動物嗎 喜歡全部 妳最喜歡什麼動物 全部 全部的動物 那柯德老師最喜歡 大象 妳呢 最喜歡大象 妳也喜歡大象 好 我們今天有機會 去認識一下好多的動物 我們今天來到壽山動物園 我們要近距離觀察這些 大型的動物 妳說好不好 好 可是我們要怎麼去 妳想要怎麼去 走路去嗎 走路 先坐小火車去 再回來 坐 走路去 好 那我們一起去坐小火車好不好 好 好 走 小火車還沒開耶 小火車還沒開 她在等我們啦 趕快吧 走 各位遊客您好 歡迎光明壽山動物園 準備出發 好 爹地這是哪裡 動物的家 對 這是白犀牛的家 因為寶寶不認識我們 寶寶來了 寶寶看起來好溫柔 你看 牠有一個好像是一個直捲的耳朵 對不對 爹地妳們摸一下牠的身體 好像一個粗粗的布 我跟你一起 比大象還要小一點而已 犀牛是第二大的動物 你看牠刷一刷之後 牠很舒服的時候 腳會抬起來 現在 爹地妳幾公斤呢 17公斤 17公斤 那妳猜猜看犀牛幾公斤 68公斤 68公斤 我猜 也許不止 我猜可能超過1000公斤 或是超過1500公斤 可是我們要怎麼知道呢 爹地妳幫我看一下 上面有沒有一個這個 有沒有 現在方向市桌上 1 9 3 5 1935公斤 要出去了 1935公斤 爹地 是不是非常的重呢 是 前面有一個有泥巴 牠們會滾泥巴 你知道滾泥巴 為什麼要滾泥巴嗎 滾泥巴牠們會降體溫 很熱嘛 很熱會降體溫 然後有蟲蟲會咬牠們 如果滾泥巴的話 蟲蟲咬不進去 怎麼樣 這個是阿里奶奶 你看阿里爸爸在幫牠怎麼樣 在做什麼事情 往外幫牠 洗澡 牠在幫牠洗澡對不對 是 對 所以你看看 阿里有一個超大的耳朵 就像扇子一樣 對不對 可以幫助牠三風散熱 然後阿里爸爸 你猜猜看阿里爸爸 照顧牠多久了 你幾歲 100年 100年 你幾歲 4 4歲 阿里爸爸照顧牠41年了 所以阿里5歲就到這個地方了 你看 阿里爸爸加油 很好 妳做得很好 妳再給牠加油一次好不好 加油 好厲害 好準 阿里爸爸好厲害 阿里 好厲害 拜拜 今天鐘哥哥有準備一個 黑熊最喜歡吃的秘密武器 你知道是什麼嗎 西瓜 那鐘哥哥 你今天準備的是什麼東西 好 美麗 你知道這是什麼東西嗎 椰子 椰子 有個椰子冰 沒錯 好聰明 因為這是暑期限定 暑假限定的椰子水果冰 對啊 我們要怎麼做呢 等一下我們會把水果切好 之後能放到洞裡面去 然後再灌一些工藝石 OK 要切小塊 對 切小塊 剛好可以塞到它的洞裡面去 好 等一下我請鐘哥哥 幫我們切小塊 好 已經擠滿了 最後要加什麼東西 糖水對不對 OK嗎 檢查一下 哇 OK 好 跟鐘哥講說我們完成了 完成了 Yeah 黑熊在哪 黑熊波比的家 它的名字叫做波比 波比呢 波比在裡面啊 好 所以你看 我們的家為波比吃什麼東西 吃什麼 吃水果對不對 波比你看 波比的胸口有一條白色的線 有看到嗎 哇 它叫月熊 準備要去放水果囉 走吧 走吧 好 我們跟著小白叔叔走 小白哥哥走 哇 你看這是黑熊的家耶 黑熊的家上面有一個什麼東西 木 木頭 那是讓黑熊爬上爬下的 那我們等一下要分 我們等一下要有一些任務喔 好不好 這都是它玩的地方 全部都是它玩的地方 我們現在進到它的家裡面 放 來 放 再一個好不好 好 來 蘋果 好 來 第二個 放下去 有了 Yeah 喔 它要上上去了 它吃到了 哇 好厲害喔 哇 你看它手腳邊用 應該是那個 它上去了 那個啦 那個是什麼 是那個 拔蠟 翻十六 嗯 拔蠟 嗯 拔蠟 超溫柔的耶 它 它抱在那邊耶 它會在那邊吃完那邊的才會 慢慢移動 在那邊吃 對 對 這樣子 一 二 三 丟出去喔 三 為什麼還沒吃完 我們不要在這丟到那 因為太遠了 二 三 三 二 梅鹿的家 梅花鹿的家對不對 好 再來 給我 給你 請吃 請吃 哇 吃好多 它應該跟我 我也很喜歡吃空心菜 加很多我就會吃很多 加很多就會吃很多 所以 在吃菜裡 幫助身體健康 請吃 請吃吃吃 吃青木草吧 Bobby最喜歡吃什麼東西 蘋果 哇 所以你看 每一個動物都有自己的生活習慣 所以我們一定要認識它之後 我們才能愛護它 對不對 我們才可以跟所有的動物 一起和平共處 生活在地球上 好嗎 那我們一起去餵羊囉 好嗎 GO 走 我們來到動物園 其實可以更親近的這些動物 然後從觀察動物中 認識動物的生態跟行為 進而保護它們 認識它們 然後了解世界生物的多樣性